所以在拉圖的觀點裡面 就是說我們可以知道 人類要理解世界這一件事情 它必然會受到我們人類的生存樣態所決定 不像我剛剛已經講過 當我們在傳達或是發現科學真理的過程當中 它其實作為科學家 你有很多政治很多權謀需要去做 或者是說作為一個科學技術科學設備的發聲 它也是建立在資源的分配 建立在我們對於社會的說服 種種的社會要素之善 所以拉圖的觀點有一點像是這樣 傳統上來說我們認為科學是發現事實 但是拉圖強調科學有建構的性格 它有把世界是什麼樣子呈現給我們看的這個過程 有呈現也有過程 有呈現也有過程 這就代表了人這個因素在科學活動裡面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我稍微講一下拉圖對於巴斯德的研究 就是在巴斯德那個年代 其實人類那時候還沒有發現微生物 所以那時候比如說很多人生病 他們都不知道這個是什麼東西導致一個人的生理功能失調 大家其實沒有正確的答案 我舉兩個領域來說 比如說那個時候的內科醫師 內科醫師是沒有微生物的觀點 所以他們在問診的時候是沒有從細菌 沒有從感染 沒有從防止被感染的這個角度來思考一個人的生病的問題 還有那個時候法國的公共衛生系統 就是那時候法國的公共衛生系統 因為那時候科學還在萌芽的早期 所以這個時候法國的公共 就是管理這個公共衛生的這個國家機構 他們其實是無所不包的 就是他們認為一個 他們認為人會生病 他們認為一種疾病破壞國家的國民的健康 有很多複雜因素 這些複雜因素可能包括了 包括了 除了體質之外 可能包括了自然環境 包括了他心裡面的想法 包括他的情感 包括了風土 種種種種種因素 都被包含在這個 所謂國家對於國民的健康管理裡面 但是這個時候呢 巴斯德他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巴斯德這個時候 就是巴斯德那時候 他在為了研究這些那時候的傳染病 我也忘記是哪一個 好像是叫什麼 探居病的一種動物的 傳染到動物身上的一種 傷害這個加粗的病 他對國家造成很大的損失 那巴斯德為了推廣他的這個科學觀點 就是他說 為什麼人或動物會生病 那是因為有一種細小的微生物 在我們身體裡面作用才會導致 所以巴斯德他的實驗 是做了一件非常細菌化的事情 他把這個 他找到的這個細菌 細菌肉也不可見 他把他找到的細菌培養成菌株 培養成一塊 放在瓶子裡面 把這個瓶子拿去給這些醫師 還有這些工衛學家看 讓他們眼睛可以看見 本來看不見的微生物 其實他們也沒有真正看 他們可能就只是看見 室館裡面的一塊而已 那也不是真正的看見 但是巴斯德這種把細菌可視化的這個表演 影響非常的深遠 他讓沒有細菌概念的公衛官員 公共衛生官員 還有醫生 都理解到 原來人類會生病 是因為有一種那麼小的 看不見的小細胞 在我們的身體裡面搞鬼 那而且巴斯德還不只還做了這件事 他還做了 比如說那個時候 美國 美國有幾個小朋友 他被狂犬病的狗咬到 然後 就是病得很嚴重 狂犬病沒有疫苗 他是會致死 他就被送到法國來 然後巴斯德就把這個 減弱的狂犬病菌做成疫苗 然後施打到被狂犬病咬的 這個小朋友的身體裡面去 然後結果 這小朋友就好了 那這個把戲呢 巴斯德也在 預防動物的疾病裡面做過 也就是說巴斯德他要 推廣這個維生物學 巴斯德 你可以說巴斯德發現了細菌 但是拉圖要說的就是說 你也可以說巴斯德建構了 人類對於細菌的認知 所以拉圖透過巴斯德的 就是法國最偉大的這個科學家的 這個生平和這個歷史 他要告訴我的就是 我們不能夠只把科學講成 想像成是超然於人類的世界 不行 因為科學是人類文明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 要在這個人類的文明裡面 科學這種特殊的活動 或是我們也可以說他這種特殊的知識 他才會存在 那我不是思想專家 但是我就是簡單講一下說 巴斯德的這個想法 巴斯德的想法其實他影響非常深遠 他對當代的社會學 對當代的科學史研究都有很大的影響 就是讓人們用另外一種角度去思考 我們本來認為是客觀整理的科學 他是不是真的那麼客觀 那帶著巴斯德 就是剛剛我們講到的是 講到說這個 17世紀以後的這種實政主義的思想 對於人類文明的影響 那我們也講到科幻小說 就是這個實政主義思想的某一種副產品 大眾文化的副產品 我們還講到了拉圖 拉圖告訴我們 其實實政主義的想法不完全對 因為科學沒有和人類的世界 沒有和人文的世界分得那麼開 那在這三件事情之下呢 我要來講一本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歡的一個科幻小說 這個科幻小說 我覺得他用很好的方式來回應我們剛剛講到的那三件事情 那這本科幻小說是加拿大的小說家 這個瑪格麗特愛特寫的 我想大家應該知道這一位文學家 他不是科幻小說家 他是加拿大 他得非常非常多的獎 然後他每年的諾貝爾獎 的呼聲都非常高 他應該已經 就是大概近五六屆 大家都覺得這一屆應該要他了吧 這一屆應該 就是跟春山之樹一樣 大家都覺得他今年應該要得獎 但是就一直沒得獎那種感覺 他其實是一個純文學作家 但是 艾特寫比較特別 就是他其實寫了很多文學性的科幻小說 而且都非常非常非常地好看 我這邊列了他幾本 比如說像最近可能大家比較知道的就是死女的故事 死女的故事有拍成美劇 好像現在拍到第四季 但是我覺得小說 小說比美劇拍得好非常非常非常多 那像我等一下要講 我說我很喜歡的這本就是莫世男女 那這一本其實他的版權也 他的電視版權也賣出 據說在籌拍當中 他也要變成 他可能也會拍成美劇 還有他這個盲眼刺客 也是艾特寫的科幻小說 也是非常非常好看 那其實艾特寫的科幻小說都是 很悲傷的愛情故事 然後發生在一個 科學技術被資本主義和貪來的人類文明 扭曲的把持的未來世界裡面 那我要講的這個科幻小說 然後莫世男女 他其實很有趣 我先等一下再講他的內容 但是我先講 他裡面的一個情景 為什麼要講莫世男女呢 就是一方面 莫世男女有兩件事情非常應景 一是 莫世男女就像我剛剛講的 他是一個很特別的科幻敘事 他和我們剛剛講到這種實政主義觀點的 科幻小說的類型其實有一點不一樣 他的故事裡面暗藏了另外一種論述 而且反駁這種實政主義的科幻觀點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現在跟他非常的 他的故事裡面有一個場景 我現在講給大家聽 就是男主角 他是一個 就是這個好像先不要講故事 我就先講這個場景 這個場景就是 男主角被關在一個氣密艙裡面 然後這個氣密艙呢 外面 正在爆發一種很可怕的致死病毒 整個人類的文明都正在被這個致死病毒摧毀 然後這個男主角他就坐在氣密艙裡面 看著電視新聞 然後電視新聞裡面 夢買啊 台灣啊 緬甸啊 紐西蘭 每一個地方都爆發這個病毒 然後每一個得到病毒的人都內出血 就發燒發熱 然後內臟被吸菌 被被被病毒吞噬 然後血就流出來 然後 五光都爛掉了 他就看著這個 他就看著電視裡面 人類文明被病毒毀滅的過程 然後一個人孤獨的留在這個氣密艙裡面 不過他不是一個人 因為這一間 這一個氣密艙其實是一間生技公司的 的 的 產品 新最新產品的實驗地 那這個生技公司的產品是什麼 這個生技公司的產品是 一種新的人類 然後男主角他是來監控這些新的人類 那這個新的人類還沒有完全被製作完成 他就被關在氣密艙裡面 然後但是整個世界 外面的舊人類都已經被 這個病毒毀滅 這是他裡面的一個 一個場景 那這個場景 是不是和我們現在 面臨的這個可怕的武漢肺炎 有一點點像 像我現在來 我們這是錄影嘛 但是我來的這一天 好像台灣三級警戒已經一個月了對不對 這一個月我幾乎 這個月我可能只搭過兩次捷運 我幾乎都沒有出門 然後我剛來的時候我覺得 哇 整個台北市變得好科幻 這個這麼大的台北火車站 真的是沒有幾個人 我旁邊一百公尺裡面 可能只有一個人兩個人 然後我家住板橋 我就走到那個板橋捷運站的過程 板橋捷運站外面是一個很大的綠色公園 然後因為疫情已經一個月了 所以我覺得我們的這個 很多 夠夠服務都停擺 也就是說那個綠色公園 它外面都 它的那個植物 一個月沒有修剪 所以我走去搭捷運的時候 我就覺得這個板橋捷運 那個火車站很像天空之城的場景 就是被那個茂密的植物 蓋住的荒廢的人類文明 然後也沒有人 然後都是那種茂密的植物 當然還不夠長 但是已經跟平常這種修剪過 人類在活動的那個樣子 有蠻大的差異 所以就是 的的確確就是 武漢病毒這件事情 它其實就是一個 人類所感知到的物理世界的變化 而且它很有末日感 那這個末日感 就和我們等一下要講的這本小說 有一點像 那 這個PowerPoint裡面的這一個 就是 艾特伍的這本小說 末日男女 它的英文版的封面 我有帶中文版 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本小說非常好看 它是三部曲 給大家看一下 啊 我把這個封面拆掉 因為我覺得封面太醜 對不起 因為我們今天要講這個故事 所以會爆雷 但是這點真的有點不好意思 可是這本小說真的非常好看 如果是喜歡看小說 喜歡科幻的人 真的超級推薦 好 好 那我很簡單的講一下這個 末日男女這本小說它的故事 它的故事 其實我覺得 和當代的 這個 人類處境是非常密切關聯的 那故事其實發生在的時間點 大概不會比我們現代的時間 就是跟我們現代的時間差不多 可能就是多個 二三十年這樣子 然後在它這個時間點裡面呢 發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 人類的文明因為長久以來 對於環境的破壞 所以氣候暖化很嚴重 那氣候暖化造成的結果就是 就是 就是 大家知道嘛 就是冰山融化 那冰山融化以後呢 海平面就上升 那所以 人類的 可居住地就變得非常的少 這是 末世男女的背景 那這個氣候異常 它毀掉了生態平衡 它就造成了 人類社會的這些 沿海大城市都被水淹沒了 所以人類就撤退到 人類就往內陸 遷徙 那人類在這個內陸當中呢 因為這個 就這個世界裡面呢 好 不管你們 OK 啊 拍水拍水拍水 這個氣候異常帶來的這個 生態災難是這個故事的一個背景 但是這個 這個小說它有另外一個背景 我們當代人讀起來會覺得非常的可怕 因為和我們現在已經有一點像 就是呢 因為人類的 安全的 自然的 可居住地變少 到處都是各種 各種 文明污染 所以呢 適合居住 適合人類居住的地方 並不多 那剩下的這些少數適合人類居住的地方 他們 掌握在誰手中呢 墨世男女的世界 裡面 掌握 人類寶貴自然資源的是 大型的 跨國生技公司 這些跨國生技公司呢 他們設置了一個 生技園區 在這個園區 園區外面是用高牆圍起來的 然後園區的外面有全副武裝的 這個私人軍隊 守衛這個園區 然後在園區裡面呢 有乾淨的水 乾淨的空氣 還有真正的食物 那在園區外面呢 人類就住在 大部分的平民 就住在 生活環境非常 非常糟糕的地方 擁擠 然後各種病毒 然後你只能吃 人工合成的 肉品 人工培養的 蔬菜 沒有健康 安全的食品 然後 這一些大公司 他們 安全的居住在園區裡面 他們掌握了這個世界上 最珍貴的一種資源 就是生化技術 一方面呢 這些生技跨國公司 他們 因為他們是有 基因操縱的科技 他們 可以 用這個基因 基改的 這個能 基改的科技 去製造出便宜的 食物 另外一方面 他們這個基改的科技 也可以去控制肉體 所以園區的外面呢 這小說裡面就有寫 這些科技公司 他們生產的產品 有哪些 比如說有一種東西 叫器官珠 就是把人類的器官 養在 豬裡面 所以如果你是有錢人 你的腎臟壞掉了 你就來器官珠 再做一個你的腎臟 然後把你 你腎臟壞了就可以 換掉 再換上你自己的器官 那或者是你想要吃雞肉怎麼辦 那這個時候 因為人類已經沒有乾淨的食物 而且大部分的 大部分 因為污染太嚴重了 所以大部分的動物都死亡了 你想吃雞肉怎麼辦 已經沒有真正的雞給你吃了 所以這些科技園區 他們就培養了一個超大的雞肉球 在培養裡面很大的雞肉球 它是一隻雞 可是它根本沒有雞的形狀 它就是一坨肉 然後你想要吃雞肉 就這樣割一塊下來 割一塊下來 這些東西生技園區 生技園區掌握了這些基因改造的技術 所以他們就把人類的必需品 健康的器官 食物 透過基因科技 賣到園區外面 那這些擁有科技的人 他們就躲在安全的園區裡面 賺平民的錢 享用高品質的環境 那外面的人就沒有錢 你沒有辦法消費 或是你只能吃這些很劣質的人造食品 你也只能 生病了你也沒有辦法醫療 那這是它的一個世界的背景 那這個故事呢 它的兩個主角 一個叫做雪人 一個叫做克雷科 那這兩個人呢 他們都是生技公司的高級技師的小孩 他們從小在園區裡面長大 他們知道外面有這些可憐困苦的平民 但他們是在很安全的這個園區裡面長大 可是這兩個人呢 這兩位男主角呢 他們的個性非常不一樣 第一男主角是雪人 但是它的外號 你們這樣稱呼比較好操作 雪人呢 他雖然他爸媽都是基因科學家 可是他其實非常討厭科學跟數學 所以他念的是一間藝術學校 那他就在這一個非常科學的世界裡面 他是文主 所以他的工作很差 他就是負責 他藝術學校畢業以後 他就是負責幫這些生技公司做廣告文案 他是在一個基因科技至上的世界裡面 文主的人唯一能夠活下來的方式 就是幫科技產品做廣告 那另外一個男主角叫克雷科 克雷科他就不一樣 他繼承了他父母親非常優秀的這個科學天分 他是一個天才型的生物科學家 那克雷科他就被大公司重金禮聘 然後到這個科技園區裡面 年紀輕輕就當上主管 然後負責非常高端的這個生物科技項目 那當然這個生物科技呢 他是要拿來賣錢的 那克雷科做什麼東西呢 克雷科做兩樣產品 克雷科做這兩樣產品是這樣 第一樣產品是春藥 那不完全是春藥 他做了一種藥 這種藥品有什麼功能 這個藥品有四個功能 就是第一 吃了這個藥以後呢 你對現有的性病完全免疫 第二 吃了這個藥以後 你的性能力會變得很強 但是這是有社會意義的 就是吃了這個藥以後呢 大家可以透過性滿足來宣洩你 人性裡面的暴力和陰慾的那些部分 也就是他透過帶來一個給人類性機能增強的藥品 來讓大家專注在愛情上面 不要把我們的精力和慾望 花在互相傷害暴力戰爭這些事情上 那這個藥還有兩個功能 就是他一方面他是回春藥 就是他讓你的身體保持青春健康 還有一個功能就是避孕 因為這個故事的背景裡面人類已經非常擁擠了 然後環境也被破壞 所以人類其實 他的人口是在飽和邊緣 人類的文明是快要崩潰的狀態 所以這個克雷科呢 他做出了這四個藥以後 這個藥非常非常受歡迎 一下子就賣到全世界去 每一個人都 大部分的國家 每一個國家每一個人都非常依賴這個藥品 那這個產品為了克雷科的公司 賺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錢 那這個故事是這樣 就是其實這兩個男主角 他們小時候的家庭都不愉快 他們都是在很痛苦的 很不安全的這個童年裡面長大 那所以他們才變成好朋友 那這男主角雪人呢 他因為他是文科 所以他的工作很差 他就是去做這個廣告 薪水也不怎麼樣 那他唯一人生裡面比較幸福 就是他好像泡牛女朋友超多 但他在這個社會是相對沒有地位 因為他不是科學家 那克雷科就是那種典型的這種理工天才 不善交際 可是非常有成就 他的能力非常的好 所以他年紀輕輕就當上很高的主管 那這個男主角雪人 他其實生活都一直很潦倒 那結果有一天呢 克雷科來找他 因為他們從小時候 一直到大學都是很要好的朋友 但他們出社會以後 就一段時間沒有聯絡 這個克雷科就把這個 這個男主角 念文科的這個男主角 帶到他自己的公司 請他來掌管這個公司的業務 讓他當總經理這樣子 那這兩個很久沒有見面的好朋友 又重新碰面了 在同一家公司工作 那克雷科讓這個男主角雪人 他去做 讓他看到了 克雷科手上在做的這兩個項目 第一個項目就是我剛剛講 賣到全世界的春藥 那第二個項目呢 是什麼 克雷科做了一個很可怕的東西 就是 用動物基因混合的人類 克雷科在這個公司提供的這個 器密的生化園區裡面 他把人類的基因混合各種動物的基因 要創造出一種新的 克雷科覺得是善良的人類 因為他們這個世界實在是太糟糕了 就這個故事 這個故事很複雜 我只是講概要 你可以在故事裡面看到 人類是非常可怕 就是包括了雛技啊 戰爭啊 人類的社會被這種生技資本主義 已經變得很非常非常的不平等 然後各種可怕的事情都發生 那克雷科其實有一個理想 什麼理想 就是他希望創造出一個更好的人類 這個更好的人類不要再重蹈 我們這些不好的人類的復測 所以他創造出來的這個 還在實驗中的這種新的人類呢 他有很多特質 比如說我隨便講幾個 比如說他身上有這種新人類呢 克雷科把 救人類的某一些不好的東西去掉 比如說他把人類的暴力傾向 把人類的抽象思考能力 都從基因裡面拿掉 因為他覺得暴力傾向 或是抽象思考的能力 必然會導致人類創造一個競爭的 傷害別人的文明 然後另外呢 他也感覺到人類實在太貪婪了 太貪口腹之欲了 所以他就把這個 這個 人類的 人類的 飲食習慣也改變了 他把人類的飲食習慣變成兔子 所以呢 他有一部分 肚子裡面有一部分的器官 是跟兔子一樣 所以這種新人類呢 他們是會吃大便 他會跟兔子 他跟某些兔子一樣 他會反除自己的大便 先吃草 這種新人類不吃肉 不吃熟食 他跟很多草食生物一樣 只吃野草 那吃了野草以後呢 他會 排出初步消化的大便 然後再 給小孩子吃 就是 父母親 反除過的這個 這個食物 變成糞便 然後可以變成 嬰兒的糧食 這好像是某種動物的 的特質 他把他放到這種人類 他把他放到新人類的身上 然後還有他還學到了肺肺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就是肺肺跟人類 肺肺跟人類的基因非常相近 不是肺 反正就是某一種黑猩猩 好像是紅毛猩猩還是什麼 我忘記 這種猩猩 他跟人類基因非常的像 可是他們 跟人類基因有一個非常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他們的暴力傾向超低 然後這種猩猩呢 他們呢 遇到爭執和糾紛的時候 他們就會做愛 同性之間也會做愛 異性之間也會做愛 做愛是他們的社交 他們用做愛來取代 肢體衝突 那克雷科也把這個基因放到 他製造的這個 新人類身上 所以這一種新的人類呢 他就是 他沒有抽象思考能力 沒有暴力傾向 沒有辦法學會運用符號 不吃肉 然後 然後 遇到問題他們就是性交 然後而且呢 還有一點就是 因為克雷科 在成長過程中 感覺人類的性欲實在是一件太麻煩的事情 所以他就把這種新人類設定成 一年只會發情一次 那人類再也不用因為性 因為愛情呢 產生這麼多的痛苦和糾紛 這就是克雷科負責的兩個項目 克雷科真正的目的是 他想要透過這種 完全的基因科技來改變 這個邪惡的人類文明 所以他在他的第一個產品裡面 就是我剛剛講的 他的唇藥裡面 藏了一種 遲效性的病毒 在這個藥品 他被全世界廣為接受以後 這個病毒就爆發了 然後他的傳染非常的快 然後人類短時間找不到藥房 然後人們為了爭奪 就是疫病發作了以後 人們為了爭奪謹慎的資源 很快的就社會動盪 所以整個社會 整個人類文明就被這個可怕的 還沒有解藥的病毒 完全毀滅 那男主角呢 就是被克雷科留在這個器密室裡面 因為克雷科希望男主角 因為男主角是文科的 所以克雷科覺得 你應該可以當一個很好的摩西 就是克雷科想要當上帝 他創造出了一個全新的 善良的 沒有人類缺 舊人類缺陷的新人類 但是這個新人類 還是需要一點程度文明 所以他就把這個重責大任交給了 男主角學人 希望男主角在 病毒殺死所有人類之後 帶著這一些 科學 帶著這一些新人類 回到地球上 創造出一個善良的 沒有傷害性的文明 大致的故事是這樣 我省略非常多情節 然後這個故事 就是這樣 大致是 好 我不會再講這個故事 那為什麼呢 就是為什麼我要選擇這個故事呢 因為其實 艾特武德的這個故事啊 其實很有趣 我們可以看到 他和那些 科幻小說 有一個非常大的不同 大家 剛剛聽我這樣子 轉述他的故事 應該是有一點點感覺到 你看我剛剛說 傳統的科幻小說 傳統的科幻敘事 傳統的科幻敘事是 如果有某種科學技術 人類的世界會變成怎樣 可是末世男女其實把這個 把這個敘事結構顛倒過了 他其實是反過了 為什麼克雷科要創造出這樣子的 新的人類 然後毀滅掉我們這些 舊的人類 他為什麼要用基因科技去 創造新人類的這些特質 如果你看這個小說 你就可以看到 這個小說 它有一個非常和傳統科幻小說 不一樣的點 就是這個科幻小說 雖然它是 也是建築在 基因技術的發達這一個 這一個 科學技術的構思上面 可是這個科學技術 和人文的領域 的因果關係 和傳統科幻小說 剛好顛倒過 我們可以看到為什麼 克雷科想要摧毀 這個可怕的文明 因為在他所長大的 這一些生技公司裡面 他看到了一件非常邪惡的事情 其實這個邪惡的事情 真正發生在這個世界上 就是 這一些生技公司 他為了賺外面平民的錢 所以他發展出很多 生技的產品 比如說像疫苗 或是說基因食物 這些東西 可是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是一家營利公司 如果今天 比如說疫物換疫苗 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如果今天有一種疾病 每一個社會 每一個國家都非常想要這個疾病的疫苗 好 那你發明了這個疾病的疫苗 你會不會賺大錢 你會賺大錢 但是也會發生一件事 你只能賺一次 因為當全人類都施打這個疫苗之後 你這個商品就沒有銷路了 對不對 所以呢 對於如果說我們的這個 基因科技掌握在資本主義的手上 會發生什麼事情 他會發現他有很多產品是一次性 當這個一次性的東西賣出去以後 那要怎麼辦 他就沒有辦法在這個項目上引力 所以在這個科幻小說裡面 跟這些公司他們來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他給你疫苗啊 不過他也發明疾病 他治好你的一個病 他就再散佈一種新的病 其實我們看這個現世界 像孟山都這些大型的農企業 他們就是這樣 他們雖然不是用病 但他們是用食物 他們創造出產量非常高的基改作物 可是如果這些基改作物真的推廣到了第三世界 把這些基改作物賣出去了 他們不要吃 他們拿來種植 那孟山都就沒有辦法引力了 所以像孟山都這種大型的跨國農企業 他們的做法是什麼 他們創造出產量很高的糧食作物 但是他們在記憶裡面動手腳 他們讓這個糧食作物不能生育 所以即便第三世界國家 因為真正有糧食問題的國家 拿到了這一些基改食物 他們也沒有辦法種植這些食物 他們也沒有辦法種植這些食物 只有擁有源頭科技的跨國企業 才可以生產這些食物 所以呢 為什麼科倫科要毀掉這個 就是為什麼他要毀滅這個人類 他就是看見了生技公司的某種意識形態 當我們擁有科技的時候 如果我們有一個追求最大利益的價值在後面 這個科技就不會帶來人類的解救 它只會帶來一再重複的災難 給你解藥再給你疾病 那你又得跟我買解藥 給你食物 但是不讓你這個食物可以重新長出來 那你就還是得跟我買這些基改食物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為什麼科雷科有這種 為什麼這個故事裡面有這種想法 對於這些公司而言 人文跟科學的次序是什麼 其實科學技術是人類世界 或是人類慾望的一種道具 人有某種需求 科技必須服務於這種需求 那這個故事裡面科學 就說這一些跨國生技公司是這樣子 它是由意識形態來驅動它的科學技術 克雷科也是一樣 他為什麼要創造病毒 他為什麼要創造新人類 因為他對於人類的文明有一種更好的想像 所以他要把不好的人類抹殺 他要用科學這種硬邦邦冷冰冰的東西 來創造出一種他心目中善的人 小說裡面有一個情節就是 當男主角學人 他發現克雷科偷偷在搞這些事情的時候 他想起了 克雷科為什麼要做這些東西 為什麼要做這些新的人類 因為他小的時候玩過 他小的時候他們兩個人 一起念書的時候很愛玩一個遊戲 叫做大滅絕 跟血與玫瑰 那這兩個遊戲很有趣 血與玫瑰的遊戲是這樣 是兩個人 一個人 兩個玩家 一個玩家代表人類文明的善 一個玩家代表人類文明的惡 你可以用人類文明的一個善來抵消一個惡 比如說 如果你想要阻止希特勒的集中影 你可能要用蒙娜麗莎這個人類文明的善 這個籌碼去交換 這是他們小時候玩的一個遊戲 電腦遊戲 那為什麼克雷科會有這種想法 這個小說裡面有暗示 克雷科其實是從他小時候玩到的這個遊戲 得到的靈感 就是人類所創造出來的惡 要用人類文明的善去抵消 所以貪婪的人類 要用不貪婪的人類去抵消 這是他創造出病毒和新人類的一個文化的根源 那當然這不只是克雷科的其中一個根源 你可以看到 這個故事裡面有暗示 克雷科是把自己當作上帝 也就是他打造這個新人類這件事情 他是按照西方傳統一個 全知全能全善的造物 創造出 可以在大地上繁衍生息的生命 的這個文化劇本去做事 那還有 其實他們這個故事你可以看到 為什麼 這兩個男主角他們會變成好朋友 因為他們的童年非常像 他們的童年的 他們的爸爸都是和克雷科一樣 發現了這些大公司 在做這些不法勾動 不法勾當 然後想要跟社會揭發的 結果他們就被大公司偷偷殺掉 那男主角 兩位男主角發現了這件事 但是他們當然不敢抵抗 那克雷科後來他 憑藉自己的聰明才智 憑藉他天才的 這基因控制的技術 他想到了一個抵抗的方式 就是他要抹消這個不好的人類 他要把人類的貪婪 他要把資本主義的邪惡 從這個世界上 從人這個生物的基因構造裡面 完全拿走 他相信可以帶來一個更好的文明 但是這個故事 這故事是很悲傷的故事 就是你可以看到 留下來的最後一個人 克雷科要求雪人去當摩西 去當耶穌 來指導這些白子一樣的新人類 但是他一個 救人類活在一個完全沒有人類 而且沒有辦法跟這些人 新人類真正溝通的世界裡 他非常非常的痛苦 所以他其實也是這個文化劇本的一個 犧牲者